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预先录制好的DataSite年度会议的演讲 我是陈小丽,在DataSite负责项目管理的工作 作为DataSite团队的一员,我非常高兴能够代表我们的执行总监马特·贝斯 向你们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去年战略设行之后 DataSite战略方面的最新情况 同时也谈一下我们的发展方向,并从你们那里得到一些意见 这个演讲会以不同的语言录制以支持我们的全球社区 非常令人高兴的是DataSite有一个不断成长的全球团队 和会讲多种语言的同事们 让DataSite可以用这些语言为全世界不同的地区提供服务和支持 下面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想从我们的目标开始这个演讲 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社区走在一起,DataSite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围绕DataSite的愿景进行介绍 DataSite的愿景是科研互联发现新知 意思是将科研生命周期中不同的部分聚集在一起 进而了解科研成果和科研资源 在各学科领域和全球社区中的影响力 我们是一个由社区领导的组织 在这一点上,我要感谢作为DataSite会员的你们 是我们的集体努力和集体投入推动了DataSite的发展 没有我们的全球会员社区,我们就不会以DataSite现在的形式存在 而这种形式本身就是我们的本质和优势 每次直接和社区对话,我都会重申这一点 因为继续感谢你们真的很重要 而且我们要一起庆祝这一点,让社区成为我们的骄傲 与DataSite合作的组织机构包括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 科研基金会和科研设施等等 我们通力合作,一起创造,寻找,引用,连接和使用科研成果 我们相互依赖,打造坚实的学术基础设施 为实现最佳实践,进一步完善服务而共同努力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基础是一套核心价值观 我们专注于维护可靠性,致力于为全球社区开发和维护可靠的十九型标识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保持工作透明度 确保我们以透明的方式通过治理结构 会员大会、董事会、团队做出业务方面的决定 而且我们欢迎社区参与、公开交流 与社区成员共上打击 我们通过这种对话建立信任 并希望成为整个社区、会员、整个利益相关群体和新来的合作伙伴 以维护和发展这些社区原则 这是我们工作的根本 最后是包容性 我们希望支持一个全球性的社区 并重视真正的多样化的观点 我们有很多全球社区信息获取和交流交换相关的工作计划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 我们知道在全球范围内围绕研究的基金 资金体量是不平衡的 因此作为一个为全球社区提供服务的开放型技术设施 我们希望共同努力 确保我们能够帮助那些资金有限 不具有政策支持或技术基础设施的科研团队 传播他们的科研成果 增强这些资源的可复用性 帮助世界各地地区 发现和传播科研工作的成果非常重要 这有助于推动全球开放研究的实践 我们希望确保建立可持续的基础设施 虽然基础设施常常非常复杂的和混乱 我们看一下这幅道路图 如果不仔细看 真的看不懂 这公路是怎么走的 但是有了正确的治理结构和服务 围绕这个基础设施的保障和长久的可持续性 就会变得更清晰一些 让我们能够更加关注不同利益相关群体 和来自各个领域的声音 因此今天我们正在做大量的工作 研究社区中各个群体 在DataSite社区中的游历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具体划分出 社区中的各个群体 描述出社区成员与DataSite 携手并进的整个过程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 可供我们合作的各类项目 归根结底 我们要做的是改变所谓的科研常态 不要老生重谈了 DataSite把它看成一个社区共同的努力 DataSite提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 是想让改变来得更加容易 许多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 都是为了改善现有的科研工作体系和流程 但是作为一个社区 我们可以努力让新的开放的科研成为规范 让科研社区意识到开放科学的重大利好 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研究激励政策 使开放科学成为必须 但首先我们需要确保达到社区变革的真实基础 这样才能在科研社区中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我们的重点是开放性 开放科学是一个集体运动 它能使研究更高效 更可靠 以及更快速地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挑战和危机 做出反应 开放科学关注串联科研周期不同阶段 支持可重复性 保持学术产出的严谨性 我们的工作是支持这些研究成果的开放性 可复用性和可重现性 简化这些知识和科研进展 在各个领域中的交换交流 稍后你会听到我谈到实践社区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 科研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 我们面临的挑战 是目前科研论文 却提供了全面评估一项研究需要的一小部分信息 虽然研究文章很好的体现了研究的内容 但我们也明白 研究过程包含的各项工作远不止文章中描述的这些 因此我们需要工作整个科研的生命周期将这些这种结合起来 作为一个社区 我们携手前进 这就是我们地界社区的核心思想 以及我们所做的工作 我想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社区的例子 我们看一下日本的历史村落 这些村落是联合国交互分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这个村落中的小房子都非常漂亮 但重要的是在这个社区中每年所有人都会聚在一起 给每一个人一个特殊的角色 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有一个角色 他们作为一个实践社区一起工作 确保村庄和社区的长期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在DataSide的语境下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利益相关者之间 在全球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 我们有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旅程 我们可以作为连接各色社区的大社区一起走下去 说到社区 我们的会员社区近年来一直发展良好 我们在全球有2700多个资源库 在50多个国家有280多个成员 而且注册会员的数量就大幅增加 其实到2022年8月底 我们的会员注册超过了3650万个DOI 超过1200个组织在DataSide建立了计刃库 来注册DOI 以及相关的原数据 去年我们进行了一次战略咨询 关注我们作为一个社区所处的位置 同时也关注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通过这些努力以及一系列的商议 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和信息可视化图像 清楚地阐释我们未来的规划 在图片的顶部是我们的愿景 科研互联发现新知 然后是我们的核心使命 在这之下 我们有由核心价值观和整合基础设施 和服务所制式的三个战略支柱 我们将花一点时间来一一解读这些支柱 并谈一谈我们在这些支柱下的工作和活动 花一点时间来交代我们今年的工作进展 支柱一是为社区提供便捷高效和反应迅速的服务 以支持不断涌现的需求 在这个制度下 我们专注建立和跟踪 DataSite是否高效的 为社区成员提供了价值 我们一直在努力协调各个职能团队 你会注意到DataSite团队是按职能小组组织的 这样确保我们有明确的职责重点 也可以明确帮助社区或医疾相关者 找到DataSite内的特定小组 高效地支持他们的需求 我们持续关注整合服务和平台 以确保社区成员能够便捷地用门互动 并精简工作流程 我们专注于加强原数据工作组和DataSite成员之间的联系 以确保我们能够为DataSite原数据模型的发展和战略远景提供支持 即使到目前关于这方面的工作进度 第一部分也就是每年评估业务目标和流程 以配合社区需求的发展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战略下的所有活动 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然后我们根据优先指标工作 持续衡量我们服务的便捷性高效性和反应速度 以支持社区不断变化的需求 在下面眼镜中你会看到这一些相关的内容 这也是我们正在与董事会商议的内容 确定什么是关键指标 什么是我们想明确衡量的东西 用以评估这个多年战略计划的进展和实施 看一下这个支柱下的数据统计 你可以看到在支柱二和三中间很多工作正在进行 支柱一正在取得一些两核进展 其中一些活动即将在第四季度 也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开展 现在阶段评估的话 我们的所有进度都在按计划进行 我们的团队和员工每个季度都会按照年度目标 和来审查各项工作的进度 我们还看到在效率和成为会员提供 为成员提供价值方面 我们一直在跟踪数据 存储库的数量的增长 在过去的几年里 注册DOI的资源库数量在持续稳定增长 如果我们分析资源库的总花销 每个资源库的成本正在下降 这种趋势是好的 因为我们想确保作为一个社区 增长形成规模 这样才能提高程序效率 确保提供价值 我们也在扩展一些目前还没有的指标 努力建立基于支持查询分析的指标 以及关于服务问题 错误和性能的指标 我们可以了解会员为什么 以及如何联系我们 以应用性和高效的服务有关的资讯频率有多高 或者与社区服务相关 要求指导或者最佳实践的一般支持频率有多高 等等这些 进入第二个支柱 第二个支柱是通过原数据连接学术资源 为学术记录带来严谨性并追踪学术影响力 在这个支柱中我们一直专注于提高原数据的质量 提供丰富的原数据解读 了解数据的需求是改进功能的前提 毕竟在我们真正了解需求之前 无法预想 预先设想任何功能的增强或改变 此外我们还在进行4.5版本原数据模型的工作 这是一个次要版本 但是在这个版本模型中也包含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 我们还将加强PitGraph中的关系原数据 并研究各种仪表盘和数据可视化方式 让会员了解在DSI注册的研究成果和资源的影响力 让你们能够轻松了解汇报应用这些下流影响力的相关信息 我们正在考虑提供更好的统计数据 数据指标以及数据应用记录处理服务 我们有现在已经有的数据使用记录处理服务 是概念版本 但希望在22年底或者23年初推出一个应用版本 这个服务允许储存库轻松的在库中植入一个代码片段 用来跟踪使用情况并将其反馈到开放技术设施 此外我们也在寻找文件指导 以及围绕Fair实施工作流程的策略 以及这个领域的一些相关项目 加强通过网页和API的数据发掘剪辑方案 这方面的工作状态在加速文件的原数据完成性方面 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 所以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围绕这个问题的产品设计和思考 我们正在努力整合和完善会员用力 在研究周期过程中连接研究成果 同时研发组也在着手建立解决这些问题的分析服务 我们正在进一步完善发现和重用原数据的相关服务 目前我们有开放的API 许多原数据收集机构 几乎每天都在使用我们的服务和公共数据文件 我们希望加强这些服务 是各方面能够更容易的收集原数据 以确保我们成员的研究成果和提供的资源 可以为更广大的科研社区发现并使用 看一下一些具体的指标 我们围绕关系原数据追踪两件事 首先是已经注册了相关标识服务的DOI的百分比 特别是看相关标识服务字段 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起研楼件的变化 在2022年原数据中具有相关标识服的DOI比例相当高 如果我们看一下原数据中具有其他PID的DOI百分比 情况也是如此 这其中可能包括像各类机构的RORID 或科研基金的GrantID等等 第二个是DOI的使用和解析情况 包括DOI的实际使用频率 DOI解析量和DOI总数的关系 我们每年挑出一个年终点 也就是2019年7月 2022年7月 2021年7月和2022年7月 查看每个月的解析总量 今年2022年7月 我们3600万个DOI 都有超过4000万次的解析 就非常令人高兴 每月的解析量已经超过了DOI的总量 比例已经超过了1比1 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另外数据文件使用方面 有让人喜欢乐件的上升趋势 第三个支柱是识别并关联全球科研机构 持有的所有资源类型 这里我们正在考虑在社区利益相关区利之间 清晰有效的宣传我们的作用 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内部探讨思考 也与社区参与指导小组 和不同的区域专家组进行了一些合作 我们希望确保 我们能够为研究成果和资源 提供可信赖的注册服务 这需要提到与不同社区团体的合作 帮助这些团体扩大 并支持他们标识服务实践社区的规模 此外还要加强关系元数据 给我们也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我们拥有的关系元数据 你可以看到 今年注册DOI中 代表有60%拥有关系元数据 但这还不够 我们还能通过各种互交作性策略 和不同的服务 展现出更多联系 最后寻找社区中原未被满足的服务需求 确保我们不断完善服务 支持社区的所有工作领域 并优先考虑他们的需求 简要地看一下现状 我们在各利益相关群体的沟通方面 取得了一些良好的进展 并做了大量的利益相关群体图谱 同时也完善了我们的沟通策略 作为一个值得信赖 社区信赖的PID服务合作伙伴 我们已经开始重点开展工作 支持不同标识服务类型的服务和演变 我一会儿会讲到这一点 以及建立服务和战略来支持这些用力 我们需要通过从各种来源 社区原数据 加强相关标识服务原数据 这就是我所讲的互操作性 最后 确定优先战略 以加速我们在PID服务领域的创新 在我们的会员模式 保证核心的基础设施服务的可持续性 前提下 我们也同时关注创新的领域 关注具体的 有针对性的短期项目 不免推动大家下载 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创新 在这个方面 我们再逐渐增加一些指标 我们想了解Data社区成员 对Data的态度 互相之间的合作 以及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次数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DOI注册的趋势 如果我们看一下 最普遍的六种资源类型 86%的DOI注册 来自这前六种资源类型 这是我们想保持关注的东西 特别是一些较新的资源类型 或者一些资源的增长 在4.4原数据模型中 我们引用了一些关于文本的 更细化的资源类型 在图中可以看到 文本仍然是注册资源中 很大的一部分 本句话说 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确保社区能够用 使用更细化的资源类型 而这些都是可以用来更新 现有技术部署的信息 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们看到资源类型 其他仍然被广泛的使用 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关于其他的使用细节 社区成员到底在其他下注册了什么内容 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支持这些东西 举个例子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之一是乐器 乐器将是我们希望在方案4.5中包含的资源类别 数据模型4.5版本现在正在征求审查和意见的过程中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 预印本的注册数量大幅增长 我们已经提供预印本资源类型很长时间了 但是只有最近才引入了细化注册 特别是随着archive加入datasite社区 我们已经看到预印本领域的暴增 这是令人激动和高兴的 现在我想谈一谈如何通过开放基础设施服务 将我们的社区事件结合起来 在这里我想现在想强调datasite的价值 我们专注于注册design DOI和原数据 提供研究成果和资源的可发现性和可重用性 确保我们提供注册和维护DOI服务 用协商访问原数据服务 链接检查服务 用为第三方提供公共API来收集和重用原数据 确保产出和资源的可发现性 我们专注于社区的最佳实践 确保提供简单易用的API接口和服务 有清晰的文档 各个职能部门有专门的团队 和社区协调完善更多的最佳实践文档 我们有社区中成员们热情分享经验 支持这些最佳实践的采用 并继续原数据模式的长期维护 最后我们专注于提供价值 健全工具和服务 跟踪研究成果跨国界跨领域的影响 也就是说作为社区成员 CTSI确保科研成果有看得到摸得着的影响力 CTSI通过仪表盘和数据分析 提供更完善的原数据收集服务 尤其是通过GraphQL API 和数据包装的关联原数据 而实现这一点 通过这些不同的服务 我们希望找到并关联研究成果 在Commons中我们能够找到作品 研究者 研究机构和储存库 你会逐渐发现一些界面上的变化 以及我们在如何从数据发掘的角度 最好地解决Commons的不同的界面需求的相关思考 我们有PitGraph 通过PitGraph社区能够查询已知的TID 和与它相关的实体和关系类型 我们实践的核心是携手共进 这次在社区基于共同的使命 和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合作 集体保持一致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 我们是全球科研生态系统中的 一个利益相关组织 是一个社区 我们作为一个社区 思考如何融入这个生态系统非常重要 正因为我们是用这种集体行动 通过社区的方法来推动变革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这不是任何一组个人 而是一个真正庞大广泛全球性的集体活动 因此我非常感谢你们 目前为止 这是令人新闻的一年 开始制定多年战略计划 对团队来说是有意义的 我知道团队也非常感谢你们 所有人对我们的各种努力的支持 和持续的投入 最后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 我想对我们所属的位置进行回顾 目前我们要如何确定 未来事情的优先次序 你们也可以分享 作为DataSite社区的一部分 对你们的意义 你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在你的印象中 我们在这个领域是否做出了真正好的改变 还是其中一些领域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这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工作中进行更好的沟通 也可能意味着我们知道 还有一些没有开展的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需要把这些活动优先级提高一些 展望2023年看看四级活动 以及各支柱下的战略活动 你会如何确定这些活动的优先次序 显然所有这些活动都很重要 而且2023年所有这些活动都会进行 但是你会把重点放在哪里 如何确定这些工作的优先次序 最后请你用一两句话 分享一下成为DataSite会员的意义 如果能用自己的语言分享 成为全球DataSite社区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呢 就更好了 对我们来说 与DataSite以外的更广泛的社区分享有益无害 因此如果你能在推特或其他社交媒体上 分享你在Mente的最后一个问题中写的东西 那就是最好的 标记DataSite 并让更广泛的社区相关组织机构 知道他们能如何合作或加入我们 对我们来说 继续围绕DataSite作为一个社区进行公开对话 非常重要 最后 作为DataSite的工作人员 我们尽我们所能为你们提供帮助 所以如果有问题 一定要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 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联系我们 也可以在PitForum PID论坛上发帖与我们沟通 在众多网页和知识文档中 我们还提供各种知识信息 最后我想感谢你们 我对我们的集体努力感到非常高兴 期待一个成功的2023